随着国内足球季即将到来 中华民国足球协会也在新的一年 迎来拥有资深媒体人 经历的新任理事长王林湘先生 过去就曾积极推动足球赛事转播 如今当选理事长也在交接仪式上立下目标 那我们的足球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选手 我是很关心足球虽然没有介入 但是我发觉我们的选手的素质比以前好太多 包括或许我们的身材体型体力技术都很进步 所以我刚刚也提过全世界都在进步 台湾不能慢 那给选手最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把企业联盟能够提升到职业的球赛 就像日本也是后来居上 他也才有这个职业的联盟 那台湾这是势必未来要走的路 我们希望把它锁短 我们的进步会更快 我们的规划会更精准 未来我们要迈向成功之路就会很快 结合国际与国内的资源 包含教练 场地裁判等 都会是接下来四年要着重的目标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建立球星文化 打造台湾足球旋风 让国内足球迈向职业化